各位投资人 大家晚上好 开始我们今天的每周示范的一个讲解 那么过去的一个假议日 那么市场的话可以讲 有从一些我们之前主要的一些交易的品种 可能波动的话不是太大 然后的话像一些之前有在关注 但是像没有再去操作的品种 那么有一些波动的产生 比如像澳币像英镑 澳币的话 那么可以讲它的一个反弹 就是从0.73附近的反弹 那么你可以把它归结为是在 昨天晚上到今天的白天 有一波的话就是在近几天内 差不多三天以内 有一波原油的一个上行 回到了4849这个位置上 那么这个的话会影响一些像风险型货币 比如说像澳币 包括像一些商品型货币 它会有一些向上的拉升 那么这个也都属于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那么像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其他的一些交易品种 比如说像我们的关注的欧元 每日像包括黄金 那么这些品种都是波动值稍微小一点的 那么昨天的话我有阐述了一些 我对基本面未来的一个观点 那么其实昨天也有漏掉的一些内容 今天也可以给大家去补充一下 就说在稍早的差不多在两个月 两个月之前的一些分析里面 有提到过 就说从资金面的角度考虑 当时原油在之前的低位 有一波上行 但一波行情判断的是对的 当然最后交易没有交易坐上 这是说交易的一些失误的问题 就说从分析的角度 它确实是破掉了前期的高位 然后开始回落 那么我当时有分析 说原油的破位会意味着 就是我们会是从新资金面开始 回到差不多今年的4月份到8月份 或者是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 这段时间的一种状况 好 那么它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有关像美国大选的这么一个情况 特朗普在他的一些竞选的演讲里面 会提到一些他的观点 而这里边有一个观点 他会认为美元加息的时间过早 他会认为现在的话 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 都处在一个货币贬值的状态 我们也知道像在近期英镑出现了一轮 大概有25%的跌幅 就从一点 目前看的话从1.5跌到过1.2 跌了3000点 基本上在将近20%的一个跌幅 那么像我们的人民币 国内的朋友知道 人民币最近有一波比较大的贬值 然后的话像欧元 从差不多从前年高位到1.3 跌到现在接近到1和美金的一个比例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的话 都是说是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 就是你说澳洲 当然澳洲是因为铁矿石 或者是说出口被打击 然后只能是选择被动性的 或者是主动性的降息 去抵御这种出口与进口之间的这种变化 然后的话像欧元和英镑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它也是有一些内部的因素 会使得欧元有大幅的贬值 比如说像之前的欧债的危机 以及像后来的应对 因为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所开始实行的 欧洲的整个的量化宽松 包括英国 当然就英国的推欧这件事情 使得英国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动荡 那么这些其实是各个国家所发生的 包括之前有一段时间 美元对日元的一个从125又跌回到现在 110或者是之前有100的时候 那么这段时间 也是美元对日币也是一个贬值的状态 美元对日币是个贬值的状态 那之前的话有一段时间是从75到125 那这是美元在对日币的升值 可以讲整体上的话 也就是说从美日来讲的话 如果按照月线的级别去考虑 或者按照年线级别去考虑 那么近两年的话 美元对日币也是升值的 所以其实从这些角度来讲 就是说美元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升值 实际上是有一点被动性的升值 就是说它是因为升 它的升值并不是说美元自身的因素 你说加息算不算 但是它加息的时候并不应该产生这么大的波动 所以它的一些 就是美金的升值应该是来源于外部的因素 也是占到一个很大的比例上 所以接下来的话其实特朗普如果上台 如果他想实现他之前竞选里边的一些纲领 就是说他不希望美元过快的加息 或者是不希望美元继续的升值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美金到了一个100的关口 100一般认为就是美金是一个强势和弱势的状态 过了100 就是美元是正式的开始了一个强势期 那么从特朗普来讲 他认为这个强势期怎么样太早 其实从近两年的时候 美国这边为什么美联储会去谈到加息的问题 就是因为外部的投资环境并不好 所以大量的资金从全世界各地回流到了 怎么样回流到了我这个美国的本土 最体现最明显的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减少 外汇储备的减少其实它的原因就是啊 美国或者是这个整个的欧美的这些大的基金或者是大的公司在在华投资啊逐渐的在缩减啊 所以造成了啊之前的这种外汇储备的一些大幅度流失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其实美国是具备加息的条件的 可是啊 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这一次选举了特朗普 他因为啊 他做了一个啊 我觉得应该是啊 从这个美国主流社会来讲是啊 会觉得很奇怪的一种啊 现象就是这一次特朗普是站到了中低收入人群那一边啊 他希望是保护这些人群的一些利益 可是在之前啊 美国的大量的资金回流 大家都知道啊 会推高了美国的股市啊 并且现在已经是在历史的最高值啊 历史的最高值 所以那么这些的话 他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关系并不大 我举个例子吧 啊 我们看的 我们去思考一下身边周围的人啊 你就能够发现 一般在投资股市啊 当然中国有很多的股民啊 但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做到 就是说啊 投资很大额度去做股票的这些人 他都算不算是中低收入人群 一般中低收入人群 他的现金流和现金的啊 现金流入和现金支出 基本上是一个相等啊 就是略微应该是流入会大于支出一点点 就是日常的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日常的不断积累的一些存款 可是这部分钱一般来讲 在这些人群来讲 他不会去拿这些钱去投资 所以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元升值 包括啊 这个美国股票的这个大幅的这个啊 股市大幅的走向 实际上跟这些人群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现在选择特朗普上台啊 也就意味着他的一些纲领会是偏向于他们 那么偏向于他们之后 那么无非啊 有一些有一些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啊 第一个他要控制啊 美国的汇率的价格 如果美元的汇率从新从之前的上涨回到了下跌状态 这将直接导致的是之前的啊 回流到美国本土的资金将再次流出到海外 而这部分钱是和中低受人群没有直接关系的 可是当这部分钱重新流入到海外的时候 就意味着美国本土的资金面在短缺 而这个时候特朗普就具备了使得美元而不去过快加息 或者是放弃加息 以及他的经济刺激政策 那个经济刺激政策以后你就会发现啊 美国啊就是啊 你像啊总统美国总统他下属的几个职能机构啊 里边包括国家经济政策委员会啊 国家安全委员会 他说国家经济政策委员会主要就是啊 针对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的啊 而直接导致如果是导致了资金面的短缺以后啊 然后站在富人阶层的那部分钱啊 会流出到海外去寻求比美国本土更好的投资机会 而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实行他的经济刺激 而这个经济刺激他就可以去面 针对于啊就是中低受人群的这种啊 这种这种方向去作为一个目标 或者是作为一个啊投资的方向啊 就说他像这里面逻辑 我个人觉得就是应该是在这个逻辑上 那么这个逻辑上的话 也就是说到明年的1月20号他上台之前 那么我觉得他就会竟有蛛丝马迹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等到1月20号再去做 可能啊这个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行情可能就已经错过了 所以实际上在之前的话啊 啊在这段时间里啊就说市场啊有点又这几天啊 不管是欧元啊还是黄金啊还是说啊美日啊啊到了高位 或者是到了低位以后都变的啊不再去有波动啊 所以实际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是啊我刚才讲到的这两种人群的对抗 那而且这两种人群应该是处在美国内部的一个啊一个一个所谓的一个对抗上好 那么之前的话有同学给我发就一旦啊也有之前提到了一旦美国和总统和这个议会或者是和政党产生了对立 那么他会说是不是议会会弹劾总统 那么在美国历史上啊目前到建国200多年啊没有任何一任总统是被弹劾的 即使他的啊政治纲领路线啊都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使得美国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啊比如说像布什在的时候啊911事件啊 然后啊出兵伊拉克啊然后发现最后发现什么发现啊 萨达姆伊拉克没有生化武器啊就闹了一个大的乌龙啊即使是这个样子的话啊也没有说布什会被弹劾 历史上最接近被弹劾的是尼克松啊就是我们知道比较著名的水门事件啊是但是呢尼克松的话还没等到国会去啊弹劾他啊然后他就已经啊主动的辞职了所以说他也不是被弹劾下去啊 所以实际上的话不管将来我觉得特朗普作为一个美国历史上啊当选为总统年纪最大的一个人啊我觉得啊他会怎么讲他会是啊我觉得会有代表性的虽然我之前会相对是不支持他但是我是站在一个目前的金融从业者的角度来考虑 但是最近也想了一些我说难道说金融这个东西就一定不能改变吗所以也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就说那么他今年70岁啊那么70岁的话对于人嘛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啊就说 怎么讲70岁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啊怎么说呢我们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中国老化人生啊如果到了70是什么啊 啊70就是古来西的状态就说我们已经到了接近我们啊过去来讲就是在古代来讲人能活到70岁已经很少见了啊一般古代的时候都是五六十岁了啊 能活到70岁啊能活到70岁就非常少见了所以才有人生气势古来西可是现在他上台啊上台以后的话他成为了美国历任总统最大的所以还是要看一看他到底能不能是坚持啊他的一个啊之前的政治纲领 如果能坚持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说真的是真的是怎么讲就说真的是有有所作为吧 好那么这个开始的话我会先说了一下我的这个啊对怎么讲对对这个基本面的一些啊重新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他会那么也说潜在的因素里会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如果他选择了啊跟美国对抗 那么可能有些思维的逻辑和以往可能变得不一样什么逻辑呢就是说他才我提到了说他会针对富人阶层啊如果降低了这种所提高了富人的这种税收啊等等一系列的 那么他会降低在富人在什么上的投资呢就是在一些像不动产啊包括股票包括啊房地产这方面的投资啊相对应的就会使得啊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会减小啊所以实际上他会有利于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美国像最近的一些房价复苏可能会停止 然后的话像一些啊股市的过热可能会停止到底股市能不能大跌我现在不能说但是他会截止截止就说是的美金上涨的这种势头可能会被他所截止啊所以未来到底他的这些政策到底是好是坏不太清楚但是他确实是保护了美国可能大多数人的一个利益 而不是站在了少数人的一侧所以他才能够上谈啊大家知道吗就像纽约这个地方他有90%人是支持希拉里的啊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啊纽约啊他有90%支持希拉里但是这个样子情况下啊特朗普最终当选了所以确实这背后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可能是美国这个社会的内部的矛盾已经进行非常的激化 基本面上的一些概念那么在技术层面啊技术层面的话像今天啊今天的话像啊黄金和欧元都走到了一些相对我认为是比较关键的地方啊都是在小时集次的一些压力位置上比如说欧元和黄金好按照道理我只能说按照道理按照道理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去做交易的 或者是说他适合去卖出而不是买入那么在为什么因为他属于是压力而且是他是慢慢触碰到这个点可是我当时刚才也讲的啊我说因为啊毕竟我是觉得啊可能在基本面上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基本面相矛盾的情况下我其实我跟你们讲我内心我会是遵从于我的基本面谈判的你们可能之前 跟着我四月份到现在做交易的人我所分析的市场心理很多时候分析的是什么分析的并不是单纯的市场心理而是分析的是人们对于现在基本面的认知所产生的情绪而造成的结果啊最后我会加以利用所以在之后的话因为我本身对于啊美元的基本面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要将将要走路 而现在啊市场言论里面说12月份就要加息呃我觉得这次耶伦的讲话里面已经表明了12月份他可能加息的可能性很小他他并不像去年的时候说的这么干脆说的是我今年一定要加息可是那当他说那话话的时候已经还差 而10月份是没有加息所以肯定12月份要加息这个已经是在计划内的而这一次次他的讲话10月份的讲他还是说的是阿梅已经临近加息就是加息的时间已经很接近了但是他并没有 像年初提到的说今年一定要加息所以这个话语本身也是发生了改变所以那么要看所以这方面的话就变成了如果在这个形态上啊这个形态上 一旦发生了反转啊我从我之前也讲过我说啊他可能是一个月限级就说他嗯姑且算月限级的调整啊就是他是从上方下来以后做了一个横向横向以后他会反向的向上拉伸我觉得这个概率会更加的大一些而且从 这个时间角度来讲他的横向的时间 他的横向时间已经是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一年8个月比如说他一旦是向上去运行的话也应该是有一年8个月这和我之前给你们分析的就是之前给你们掉那个黄金那个最近那个从上方下跌那个图形的话他有20天啊这边是20个月也差不多是在一年零8个月的时间啊所以 如果我们先建立好这种观念但是现在因为他现在确实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些交易风险但是当你建立这个观念以后你会建立一个在未来一个中长线我觉得18个月到20个月这个应该已经算是长线他不算是超长的超长的话可能到五年起码接近一年半到两年应该算是长线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建立好一个啊 欧元的一个强势期啊我觉得是还是应该是有一定的啊有一个说服为什么呢我们特朗普在中期选举所谓中期选举就是他的第一任期的中间那个时间啊就是两年以后他做中期的国情咨文的那个时候 然后国会会对他在过去两年的表现进行投票啊也说例行吧往往其实一般 利润总统这个都是属于是一个例行公式但是这一次特朗普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但是在他到中期选举以前这两年他是有很大的权利的啊所以在这两年里面也正好是和啊这段时间是一个相对的怎么样相对的一个就是啊 啊怎么讲就是相对一个吻合的时间点啊就是两年嘛啊两年投他的他的第一任期的投票啊啊然后如果他发生了改变有可能是像之前啊就是类似于像奥巴马和布什一样他们在他们刚开始任期的时候都会大力推行他们的政策比如说奥巴马推行他的医改啊 医医医医疗改革法案然后那个时候他也行使了总统的一票否决权否决了啊国会的一些议案那么这都是在他的啊任期的开始而到了任期的中间的时候他发现国会开始不支持他的时候他也会做出让步所以特朗普在头两年应该会是一意孤醒 所以说方开的任期如果能够通过中期选举然后继续联任的时候啊继续把任期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那么啊在那个时间里面他会不会让步啊这个是两年以后的事情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观点啊就说我是维持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实际上我并不是特别着急就说一定要啊 非要做到这个左侧点啊我会耐心去等待啊他的爆发啊一旦爆发他有一段时间应该是一个相对快速的有时候他相对快速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月线级月线级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这里面好小啊 有没有发现啊月线级我们就会感觉到这段距离波动和这边相比啊都非常的小和这边相比就更小了啊这边是大概在2000年啊2000年 年初的时候会更小这段时间正好是啊就是啊怎么讲就是08年金融危机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啊就是欧洲地区的这种啊就是怎么讲大大快速一些发展使得欧元特别大幅的上涨然后之后的话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啊然后到这边来啊然后但是他每一个波段都非常大 没有出现像我们近期的这段时间呢可是我们看的这是月线感觉很小那么这是日线啊这就是我们我刚才画的那个框子啊就是这个框子啊所以现在他面临的就是一种怎么讲抉择吧就是到底是向下还是向上我昨天已经分析了 我认为向下的可能性小向上的可能性高但是他不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交易一句我现在要等的依旧是啊他的一个在四小时级别上的一个反转行情啊而这个行情一旦出现我认为是开始 而他在底部到底停留了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啊会不会再破心低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我是一种以手为攻的状态我先做好了对未来一个长期的准备啊然后我会去在这个长期准备里面啊然后再去啊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机会是适合 啊比如说现在我刚刚昨天有提到啊比如说有同学问我了那昨天我讲完以后今天同学给我留言那我干脆就做多欧元对澳元就好我说可以啊因为在未来的长周期里面我是看多欧元以及看空澳币的所以欧元对澳币欧元对澳币啊我记得我曾经也有分析过我认为欧元在澳元现在是一个 1.4附近之前打到过1.1接近1.5大概是在啊接近1.5这个位1.49左右 我记得是在这个地方啊1.49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啊比如说那么我之前有分析我现在有分析什么说 欧元会走到接近1.3的位置1.2 1.3的位置而澳币会跌至 0.6左右那么你们去计算一下就知道比如说意味着欧元对澳元在未来的 一段时间里面啊有可能会走到什么位置呢会走到2的位置 啊但是什么时候介入啊什么时候开始去做他我现在还没有想啊比如说他必须是有一个启动值 启动值的话当某一个行情的主要波段 开始加上另外一个行情的次要调整波段结束 那是欧元对澳元的一个好买入点 你说那么低波行情的时候 低波上升 因为可能欧元对澳元来讲 啊 那么他的上涨里面会因为欧元的上涨加上澳币也会上涨会抵消掉这部分的力量 所以他第一步的话可能会稍微的会 小一点 而当 而到末端的时候我觉得 如果欧元是 回调 而澳币是做投 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澳币 强于欧元 而那段时间应该是欧元对澳元的一个 做最低点的行情 所以这个要看未来 如果这个行情这个分析是对的 他可能未来 欧元对澳元会出现一个 非常大幅度的上涨过程 而这个行情现在已经有点苗头 为什么他是从上方跌下来 然后再向上运行 然后周线图已经站到了群线之上 在周线级别做形态 而做完形态以后他如果再往上去冲的话 可能就是要回探 这些 导致 曾经在2.11 那么他要回探至 说未来会不会破2.1 这个就 不能这么讲 只能说是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说现在的话没必要 就说 只能 这个是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 之前有分析过关于 O2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的话也是这个思路 我觉得会 相对的也会更加清晰 之前我可能 还认为欧元兑美元是一个 短期行为 之后的话 到 澳币大跌的时候 欧元也会下跌 但是目前看的话 应该是 不对了 一个是 欧洲这边 他如果 之前的经济刺激 实行了两年 也说他 对于 怎么 就是对于 这个 是对于 欧元地区的修复的这个时间 应该是一个较长时间 我们可以看的是美元 对日元 美元对日元 在经过 我们先看这个 是一个反弹了 就说在经过之前 2011年到 2015年的 将近有 4年的 时间的时候 然后他开始进入了一个 长达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一年半的调整期 从去年的6月份 开始一年半的调整期 而同样道理 而 欧元从 假设从这个点 或者是从 之前的 高位 然后进入了一个 漫长的 贬值周期 然后在这边 他实行了 量化的 宽松 以及 欧债的危机 欧债的危机 然后量化的宽松 使得 欧元 接近于美元的 而这段时间 因为他是一个 使得量化宽松的修正 而使得他接近 的情况下 未来 一旦这个地方修正完以后 他的反弹 他也 不是一个 短期 因为那个利好 时间应该会 比较的 就是那么变成了 就是说我可能 在 长期里面 我会 觉得是 欧元是要走强 澳币是要走弱 那么 英镑 英镑 这边 我也认为他是未来有一段时间 是大涨 但是那个时间点 我是 不知道到底在哪 还 看不到 所以 那么 还是说 我觉得 主要 欧元 目前来讲 欧元 为主 所以 那么现在来讲 就变成了什么呢 他如果是一个月线级的话 他就要回到月线级之上 现在月线级是在一点 23 1.23 这个位置 那么周线级的话 也是有触碰 如果触碰以后无法 跌破 就意味着 下跌的 晚几 能理解吗 意味着下跌的晚几 而如果反向突破回到周线级之上 形成 上涨 而形成上涨以后的话 如果我们先把它定义为是一个调整周期 就说这边是下跌 这边是调整 未来还有一个大跌 那是未来的事情 那么 我们把这个地方月线级定义为是周线级的三浪结构的话 那就变成了这边有一个向上 再向下 再向上的过程 但是周线级的话 他现在要是开始运行的就是他的日级别的第一波的五浪形态 日级别第一波的五浪形态 那么日级别第一波运行的起点 是四小时期 所以 实际上现在看的是四小时期 那一段四小时启动 意味着 周级别里 他的日级别的 的第一浪开始 后面再去 逐渐的推 先没有走完 就不用推 先走完就没推 所以实际上后来他后面会有很多的交易机会 那么在某一个点上我认为那个点 会 是 做 买入欧元对澳元的很好的事情 我曾经也说过我轻易不会做交差 但是如果我能发现 一个是在 主浪刚开始 另外一个是在 他的调整浪已经结束的情况下 接着运行主浪 而这两个方向是相反的情况下 那么我会 去买入交差 而这个方向我就认为在某一段时间 欧元是强势 澳币是弱势的 那么他们是间歇性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澳币的弱势会带动澳币大跌 但是澳元不会跌 然后到澳币跌完以后 欧元会因为 他过去的 这种所谓的经济刺激以后造成的利好消息 而欧元上涨 但是欧元上涨的是澳币不会涨 所以会 间接造成欧元对澳元的 会 汇率值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可能就变成是一种向上 然后横向 向上 横向 向上 横向 就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 基本上你再去追可能 已经很难去追的状态 他会一直在往上去运行 因为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里面都是 这边利空 那边不动 爬跌一下 然后剩下时间 同时在动的时候 交叉盘就在横向 另外两个支盘都在 同向 涨一点跌一点都差不多 然后再有消息刺激 然后他在一个单边 然后再横向 再单边 就是 这种过程 所以 实际上未来的话 我觉得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 其实 机会还是蛮多的 就是 像欧元对澳元 如果欧元对澳元的话运行真的到了 接近二的时候 你要知道 欧元对澳元接近二的时候 就是说他有一个 按照现在的汇率领算 就是会有一个5000点 到6000点 但是我觉得末端 有可能会是还有一轮下跌 就是在 他最最后的话 末端还有一轮下跌 而那个下跌 我个人觉得是有 有可能会出现一次 欧元的大跌 和 澳币的最后做投那个行情是在 那个行情上 所以那段时间应该是欧元 弱于澳币 而如果出现那个行情的话 就到了买入 欧元对澳元的那个机会 那个机会可能非常的难得 应该也是一样 如果按照时间的推论 那个行情也是有 将近持有 一到两年的这种 甚至于更长时间的这种 机会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行情 就跟我之前有讲到关于美 就是美人 现在的 形态 是到了 周级别这个压力 有看到吗 下跌 上涨 到周级别这个地方是 一个停止的状态 所以 这个地方 如果 当然如果能突破上去 那说明美元还真的很强 如果 上不去 就是做周级的下跌 而这个就是周级别的第3浪 这边是周 这边是主浪形态 有看到吗 这边是123 横向4 这边上一个主浪 这边是一个调整浪 然后ABC 所以这边的调整浪一段走完 你们会看到 他是 这样 就是 月线 给人感觉是 这边 月线支撑 反弹 帮大阴线下来 完结 一路上行 不归道 所以我觉得 还是缺了一个 再有一轮大跌 所以 这个也是我 强调的 这个 大跌 他和欧元不一样 欧元是 外部内部 就是 欧元 外部是欧元的 美元的贬值 然后 内部是欧元的升 同向 而在这边是 美元的贬值是一个 外部的因素 会使得 日币的升值 而在长期来讲 日元还是要 什么要贬值的 因为 日本经济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所以他还会 最终因为他的量化宽松的政策 而使得 美日 出现一轮大幅的上涨 日币还会出现 大幅的贬值 所以这个是 应该是 外部在 先 内部在 美元的影响 在影响美日 在先 然后之后的话是 日币的 内部影响 在后 所以 美元影响 美日越大 就意味着未来 日元内部影响 美元对日元 比他更大 记着这个关系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到110 最后跌下来 破了100 就意味着 他有一千百元 那么反向 最少就是他的double 就说double是什么 就是起码是3000 起码是3000点 如果是3000点的话 如果到95加3000 是多少 还是125 如果到125的话 有破位的话 那就是 整个在 这种 更大 极次 结构上的 反向的破位 因为这个点已经破掉了 这个之前124.15的点 然后已经破位 然后破位以后的话 然后他是有一个回落 就我怎么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把他这个图形 想象成是一分钟 他就是变成了 是这样 就是底部反弹 破掉一个点 破掉一个倒势反正 倒势点 然后回探 回探走三浪的结构 现在是A B C 走完以后 反向突破 形成第二轮上涨 然后连续破掉之前的高 比如说 你将124破了 就可能会破掉他 他会破掉他 为什么 因为这边下来 如果到95 或者是 接近90的位置 那么他会比他高2000点 就意味着将来 三浪如果是长的 那么一浪走了5000 95 加5000 14 再比延长线的话 就是破 147 破147 就要 160 所以这个就是 因为 很多人不了解 其实你把它想象成一分钟就可以 你哪里去 去想象 这个就是 不是月线图 是每日的一分钟图 就能 理解 他什么样一个过程 啊就是 为什么是这样啊 就是 一般我们做一分钟 是这样啊 突破 回拉 买入 然后 射前 前 为止 但是这两个点是很低的 但是你这是月线图 这两个点 差了3000个年组 3000个年组 对吧 射近一点 就可能被洗掉 然后上去 啊 所以这边的话 这种概念 就变成了这种啊 思维逻辑啊 你们 想一想啊 然后一旦形成 这种思维 其实它的上涨结构已经形成 已经形成 然后它会继续上行 然后因为是日币的内部因素 日元的内部因素 因为到了 日元内部因素做主导的时候啊 美元 过了它 第一个经济刺激的时候 美元的日元就可能会有 日币自己来去完成 啊 就这么一个 一个基本的情况 啊 那么 在 交易的这个层级上 我希望啊 就说 如果你们要是做左侧点 啊 越早 当然越点越越高也好 但是 我家也强调了 有些 交易的话 比如说像美日 啊 这个地方的点 啊 等到 欧元上涨完的第1次的要 大家调的时候 进入美日的买 那个为什么要调整 就像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啊 就是 人治病这个 像是人治病 人如果得了一种疾病啊 然后的话 他会去治疗 然后治疗的时候 到了将将好的 那个时候 会出现一次 非常 剧烈的 啊 叫做 反应 那个反应 在医学上 会称为什么 就是 叫做 我忘了一个医学的名字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这个病啊 一直在治疗的时候 什么时候算好 就是 你一直有好转好转好转 突然有一天 它是一个极度恶化的状态 你挺过去了 啊 那个好转就变成把你的病治治治疗好了 而将来欧元有一个 还有一个大跌 我觉得就类似于像是这个治病的感觉 什么意思呢 就是欧元一直在修复修复修复 突然有一天 会爆发一次 就是 欧洲又一次很大的危机 但是那个和之前的危机不一样 那个就是在修复修复到 将要好的时候 产生一次危机 只要那个危机度过去 就是欧元又会继续的上行 而之前的危机是什么 是一直很好 突然病倒 然后 就一病不起的感觉 这是 不一样的 这是不一样 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看 基本面的反应 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还是 要尊重特朗普 上台以后他要实行的这些东西 毕竟他已经上台了 如果他没上台 我觉得市场是另外一个 我的思维方式 我会认为 美元会强势 我会认为 可能我之前就已经进场 能懂吗 就是如果真的希腊里上台了 应该正常 现在 我不知道什么单子会在 应该是 我已经会再做多美元 那我现在目前认为 这个时机是不对 应该是 反而是做空美元 更好 OK 基本上 整体的思路呢 就跟你们 讲清楚了 还有未来的一些大的行情 一些预判 欧元对澳元就像是一个 而这也讲到一个对冲的概念 你们 发现有人问我 这样就要对冲 这样视角对冲 特别大的一些资金 运行的时候 他会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去做对冲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 我认为 我认为 下一步 当 澳币做完头 欧元也第一波上涨以后 会认为 当 第一波的形态做完以后 会认为 在之后的一年 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应该是欧元会强于 澳币 言外之意就是 我认为 上涨的时候 欧元的涨幅会高于 澳元 而下跌的时候 应该是 澳元的跌幅会大于 欧元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去做对冲式的交易 这样对冲式的交易 实际上 就是 它是一种 所谓的对冲风险 对冲风险 就是你不管 只要你这个方向 判断对 将来 货币不管往哪个方向去动 欧元对澳元的比值 都是在 不断的被加大 你说欧元 为什么 如果是 非美强势期 欧元会涨幅大于 澳币 所以 欧澳会上涨 如果非美 弱势期 澳币的跌幅 会大于 欧元 同样 欧澳也会上涨 这就是对冲 交易 这就是外汇里的对冲 当然 还对冲有很多 只是说 汇率方向的对冲 好 基本上的话 就是这么市场的一个整体理解 然后接下来 其实 我认为 汇市会开始 重新回到他的正途 就是资金层面 会因为特朗普 开始打汇率战 这就是汇率的战争 可以讲 国与国之间的隐形的战争 他如果开始打这个战争的话 正常来讲 资金面 应该都是开始回流到外汇市场 因为这边有利可图 所以就要回流 所以 接下回流以后会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交易机会 他会有很多的市场心理出现 然后 会有很多的这种 姑且不论这种几千点的行情 我觉得 只有你做到一个超大规模基金的时候 再去考虑吧 小资金的话 我觉得一个波段里面 如果比如说我们沿着一种欧元强势 澳币弱势的情况下 如果看到一个波段 走 六七百点 因为 OR的话 可能是交差板幅度大一点 比如走到 七千 七百到一千点 就约等于 约等于直盘的七百点的话 我觉得也是 OK的 这个行情也是值得做 好 给大家留 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一些东西 你们能不能够 立刻能明白 如果不明白的话 可能 需要反复去听 因为它是一种 结合于 未来的一些想法 如果未来是成立的 我觉得 有很多的机会会 显现 逐渐显现出来 然后 我们会有很多的交易机会 可能在等着我们 所以这段时间 我之所以不想做左侧 其实是想保护这种 思维 不受近期短期内这种 波动的影响 因为如果你 人在场内 会不自觉的 会带入自己的心里 可能会很 难保持一个 高度的一种 冷静和客观的状态 如果你能抽身出来 你可能是保持 那一种 相对 冷静和客观的状态 OK 给大家留 五分钟时间吧 有问题的话 可以 提出来 基本上行情 在这个位置上 小时级 然后他下一个目标 应该是 四小时级的突破 看他运行的状态 同学有个问题吗 二币的话 我个人觉得已经开始去 做头的 就是 这个行情可能已经开始启动 如果中间 会走得很 复杂 一般做头 他的目的就是改变市场的心理 那么这个心理就是 不是一天两天而来的 应该是有 有一段时间 要去 产生这样的一个行情 看吧 就是 澳元对美元 从0.777 下跌 然后他会后面走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行情 然后最终的目标就是穿越 穿越以后 去做他的头 一旦穿越这两个点 我觉得 真的很有机会 我只能说这个很有机会 好吧 基本上是这样 有问题吗 还有就是关于像问原油 原油那边我能 我之前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原油那边走到现在 我觉得 他后面的话 我个人感觉 应该动静不会太大 因为他的话是两边头寸都有被套住 然后回到了中间值 然后会最终可能会在 很长一段时间吧 维持在一个中间值的运行 当然也有可能突破 但是他的这种形态里面就是 上下多有单子 上方有多单 然后下方有空单 所以他最终有可能选择的是 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的 中间 一半的位置 四七 或者四六 这个位置上 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横向时间 可能会有 这段时间 横向时间正好是资金已经不在关注大众商品 因为之前大众商品波动是非常大的 之后可能 大众商品会 趋于平淡 就会趋于平淡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 同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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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的话 这个留言吧 一般我看好多人都是白天天想起来 再问我一些问题 晚上一般我会集中在解答 有时候会 可能有时间我会回一下 基本上 这个地方 现在的话 连续有两天 欧元都是有向上的破位 但是没有走这边 这边今天是58 1949 1943 又一个返回来的方向的破位 然后正好而且都在是这个直升线 以及反向突破的压力线 你们能明白吗 就是他从这个地方上方上下是有一条压力 压力在 现在的话已经突破了这个压力 正常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这个压力形成 是 是有意义的情况 他应该是这样运行到压力线 继续下跌 而不应该是反向有突破 然后 像今天的话 已经完全的占到这个压力的线 型的上方去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技术层面的概念 如果大家没问题的话 那我就先导致 所以这两天的话 我觉得你交易的话 尽量稍微的保守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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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吧 然后 有问题的话 那么 再给我留言好了 好吧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就 先到这 我也是在等 因为建立一种思维 最终应该要市场去 好 认证他的对错 最终再去决定 怎么样去做交易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 再次看市场的一些变化 好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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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